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花形 叫东前针也是清前针 它是一个圆形的 你这样横着看 它圆形有点像铜前的 中间有个镂空针 今天因为我用的线比较粗 所以说镂空这里看的不是明显 如果你用羊绒线的编织 这个镂空还是很明显的 它立体感很强 因为这里全部是反针 这种花形是毛衣还是帽子 都是非常漂亮的 下面我们的颜色 花形的颜色 顺管生法 我们集成集八的备注 这里是三针 这里是五针 翻译画的距离是五针 下面我们的颜色 好 切好身以后 我们开始来排花 五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三针 平针 一 二 三 这一组花就是八的备注 编针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的备注 下组花 五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三针 三针 平针 好 对称 我们这边五个上针 第一排 我们排花好以后第二排 第二排 第二排根支 反面根支 如果你是捐支的话一样的 反面捐支的话一样的 第二排也是根支 平针是平针 反针是反针 好 第三排 第三排我们支 五个上针 这里我们开始来支铜钱针 三针 花形针 把线到后面 四针 把第三针 划至两针 这样把石油刮针过来 两针从里面穿过来 好 刮过来好以后 我们这里 四平针 四平针 把线到前面来 再直接 这样 加针 这里加了一针 铜钱针这里在镂空 好 五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五 把线到后面 把第一针 刮住这两针 是两针 一二针 直接从第三针 这里穿出来 这样 这边穿出来 然后 四平针 把线终过来 直接加针 挂线加针 挂针 这样 加了一针 好 五个上针 好 第三排的编织 第四排根织 平针是平针 反针是反针 对 对 是反针 平针 平针 三针反针 平针 平针 好 好 第四排 第四排 第五排 第五排 我们根织 是平针 平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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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排 第二排 第六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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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六排也是根织 最后一排 一排 一排 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 一排 十分之一排 一排 我们把第三针和第二针从第三针里面穿过来 这样穿过来,然后在这里加针 把线刀过来,直接刮线加针 然后反针编织 然后这里第三针刮线过来 刮线好,马上加针 把线刀过来,然后直接加针 这样它漏工就很有规律的编织铜钱针 好,这样看就一个圆圈中间漏洞到铜钱针就撕法就撕好了 对这种花形非常的简单 大家还有不理解不懂在我笔定机上面留言 好,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